hiho 大家好我是Guy1 今天要來跟大家探討 肌肉跟力量成正比嗎? 為什麼有些人天生力量就是比較大? 再來建立著世界裡 基因是否決定一切? 首先我們要知道每塊骨骼肌 都必須有兩端的結地組織依附在骨頭上 這兩端的附著點分別為 靠近身體中心的近端 以及遠離身體中心的遠端 當我們在進行一個動作的時候 身體會需要一塊以上的肌肉 來幫助我們完成這個動作 分別是最直接參與此動作的主動肌 用於減緩或停止動作的結抗肌 間接協同完成動作的協同肌 舉個例子 當我們在做投籃動作的時候 這個時候主動肌為我們的三頭肌 用來伸展我們的手肘增加球速 當我們手肘接近或完全伸直的時候 這個時候我們的二頭肌 會用來減緩手肘的延伸 使動作停止保護我們的走關節 如果今天少了二頭肌的結抗 我們的手肘就會用三頭的力量 啪 造成走關節的衝擊 由此可見結抗肌的重要性 另外當我們在做投籃動作的時候 這個時候肩部為我們的協同肌 用來穩定我們的上臂 使我們完成精準投擲的動作 認識了主動肌 結抗肌 協同肌 接著我們來討論一個 非常具有話題性的議題 基因 今天我會以建立作為例子 來跟大家探討 肌肉骨骼系統的槓桿 力矩 力學優勢 那些天生神力的人 他們身體的秘密是什麼 大家小時候都有學過槓桿原理 我們都知道在一個支點上 當施力幣越長 阻抗力幣越短 就越能省力的去對抗 支點另一頭那個阻抗槓桿的力量 所以阿基米德曾說過 只要給我一個支點 一根夠長的棍子 我就能夠抬起地球 由此可見這個力量大小乘以 力幣長度能夠發揮多麼大的力矩 然而這個槓桿原理 力矩也存在於我們的人體 我們稱之為力學優勢 簡單來說 今天我以二頭彎矩為例 前臂就是我們的主抗力幣 二頭肌與前臂的黏著位置 到左關節這一段 就是我們的力幣 那麼這個主抗力幣與力幣 加上我們的肌肉力量 就成為我們能夠舉起 多重物體的主要因素 如果以兩個相同肌肉力量 相同錢幣長度的人來說 那麼肌肉黏著位置 死力幣這段越長的人 他的力學優勢就會來得比較大 所以你們有時候去看建立比賽 有的人可能單向很強 或是某一向比較弱勢 並不是因為他們缺乏訓練 而是他們天生的軀體構造 可能就比較擅長去做某些項目 所以也不要去吐槽別人說 啊你怎麼深蹲硬矩那麼強 臥推這麼弱之類的 別人付出了多少努力 未必是我們能看見的 跟大家講這些是希望大家能夠 認識力矩的原理 然後好好的去鍛鍊自己 說不定你就是那位天生神力的大力士也不一定 那今天的影片就先到這邊囉 有任何問題歡迎在下方留言 我是劍恩蓋一 我們下次見 掰掰